今天大家要關切立法院的院長選舉 那先第一輪投票 民眾黨都投他們自己 但是陳昭晨那票有點污染 所以變成黃山得到7票 一票變廢票 然後韓國瑜54票 尤希坤51票 那就要第二次 投一兩名的在選票上 第一輪的時候是 每個人都在選票上 123個立委 第二輪只有兩個人在選票上 那當時 本來第一輪大家在想 會不會民進黨通通去投黃山山 那黃山山就當選了 對不對 因為民進黨的51票 加上民進黨的8票 59票黃山山就當選了 但是民進黨顯然沒有這樣做 我最近講 我說這樣做太low了 你撕掉你政黨的格調 那到第二輪 第二輪的時候 民眾黨就棄權 說8票都棄權 不去投了 那有人說棄權 因為他去支持尤希坤很快 他支持韓國瑜很快 他是個黨 他有他自己的主體性 而且以往的慣例 小黨也都是投自己嘛 哪有些投別人的 所以我在判斷 他也就只能這樣子 維持他一個政黨的主體性 那民進黨 柯建民就不關心 那他就是按住國民黨 那是誰 那在投你才可以嗎 那投你就按住民進黨 也可以嗎 那如果不投你也不投他 那有什麼錯呢 我覺得民進黨 我如果是民進黨黨變 我也是這樣子安排 這樣指揮黨 那至於你說那你不投 你不投就是支持韓國瑜 那你怪誰呢 你50席人家54席啊 你10席就比較少3席啊 那本來就是這樣子啊 所以呢這個 當然國民黨還不錯的 今天是說票票入軌啦 以前國民黨經常會 蓋錯一票了什麼弄 上次這個38個人 賴斯堡只拿了36票 楊琼雲副院長也只拿到36票 那這次呢54票是票票入軌 所以當然國民黨事先也說說 如果你們給我跑票 都給你們黨紀 嚴格黨紀處分 那另外韓國瑜說不要鬥爭了 選贏的都是這樣 大家團結 要團結 那現在多鞭策 我自己知道責任很重大 那另外他們在開票的時候 韓國瑜因為記者去訪問他們 就出去受訪問了 然後等到呢 當選的票多了 柯建民說韓國瑜在那邊受訪 你趕快回來吧 回來吧 難道我吧 這個當選就是 寄到你家裡去嗎 等等等等 故意吃豆腐了 網路說 哦 是叫做傑出的一首 因為這邊沾了嘛 有人說是傑出的一首 網路說這招很高明 又效忠 又沒有被砍 又不會被黨紀處分 然後呢 很有想像空間 有人說要開除他 有人說呢 連投票都投不好 還當什麼立委 所以又不是蓋手印 手怎麼可以沾到呢 你明明是用那個 那個圈的那個棍子嘛 怎麼會沾到掃呢 反正就網路上啦 不過要不要處理 還是民眾黨自己的事情 國民黨全部是投給韓國瑜 沒有跑了 那但是他們集體量票 看到沒有 還不是一個人量 一起量給你 所以呢 民進黨的這個洪燦翰 不分區立委就說 這叫做犯人式量票吧 有沒有看到一家圈 虛勢說起來 你問我是反對量票的 這民主政治投票 怎麼會用量票呢 他很得意說量票叫做國會改革 量票叫什麼國會改革 我只是事先不好意思講 只是因為他們對自己的黨員沒信心嘛 不知道哪個會跑票嘛 跑了你還抓不出來 你怎麼抓呢 以前國民黨跑票他是知道的 我相信民主黨也會知道的 其實他不能講啊 以前我在台北市議會的時候 有議員跑票了 比如說選監委啊 或是選跑票 他怎麼看呢 他找到他去 一他驗手印就知道了 他一查手印就知道是誰了 但他不能不能講啊 是哪兩個委員跑票 他只好下次不提名堂 他知道他下次不提名堂 不能公布 後來又發明一招 因為不是每個人都 名字在上面嗎 叫我們拿那個大頭釘 在自己名字上刺一個洞 所以呢誰跑票一照鏡子 這是你的票就知道了 另外就要折一下 在你的名字上折一下 反正他 你那不能啊 頭髮就逼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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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去查人家呢 但是呢你只要找對話局 什麼都都可以弄出來 那現在呢就是 乾脆亮票算了 不要再以後去查了 這其實都是很不民主的做法 先從地方議會 因為地方跑票最嚴重嘛 然後現在國會就學地方議會 說地方議會做得好 說我們國會也要亮票 就是表示你對你的黨員 根本不守黨紀 你對你們有些會違規的黨員 根本就控制不住 甚至拿人家的錢啊 被人家威脅利誘啊等等 去跑票了等等 都有可能 所以我真的不認為亮票是 但是現在好像大家認為 亮票是正道 亮票才是改革 亮票已經跑不了票了 基本上這樣